昨天我們說到那個可笑的女子 再次叫丁鵬沿著溪水下游找一間六頂屋 幫她找人辦件事 對著這個這麼迷人的女子 丁鵬又一次失控了她 話說丁鵬沿著溪水就走了兩三里路 在前面樹影之中透過燈光 夜靜風清 那點光被風吹到閃閃閃 月色朦朧就勉強可以分得清 那點光是在一間綠色頂屋裡射出來的 當她走過去的時候 那點光忽然間就關了 丁鵬加快腳步就走過去 當她走過去伸手準備敲門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門打開一條縫 當堂嚇到丁鵬打個陣 即時就後退兩步 你猜她見到什麼呢? 原來透過月光 看見到門打開一條縫有個血淋淋的女人頭 哎呀,怎麼搞這樣的事 她即時想拔劍了 就在這瞬間聽到有個女子笑的聲音 嚇到她了,嚇到她了 丁少俠,小姐叫我和你開個玩笑 哦,原來那個血淋淋的人頭是假的 那個女子又說 丁少俠,我們小姐在樓上等著你 丁鵬定了神之後 她跟著那個女子上了樓 這間樓層次得非常漂亮 上了樓,見到廳的中央有一張椅 這座椅上坐著的女子 而這個女子不是誰 只是那個令到她神魂顛倒 叫做可笑的女人 丁鵬衝上前去 一手就把她抱緊 第二天,一覺起來 她看著這個楚楚動人的女人 她很想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送給她 因為她在昨晚 也把一個女人最珍貴的東西送給她 於是她跳起來 在床的下面 那對很凌亂的衣褲裡面 就找出那條腰帶她說 我把這條腰帶送給你 可笑看著她很嚴肅 不像開玩笑的樣子她說 只要你送給我 我就會好好保管好她 你不要保管她 你要將她剪開 剪開啊? 剪開她做什麼? 你剪開就知道了 於是可笑就拿把剪刀 把褲帶剪開 剪開之後才發現裡面 就縫了一張很陳舊很破爛的紙 看到這張紙 可笑再一次將丁彭 Better estelle 而且吩咐他要好好练检 七月十五那一日之后 他们再相约 说完之后 起身和丫鬟就走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眨眼二十几日就过去了 来到七月十五的这一日 丁鹏一早起身 执手兵器之后就离开那家屋 去到万重庄的山庄门口 这次又见到那个看门宫了 看门宫依然是那么有礼貌 那么懂得规矩 但是这次一见到丁鹏 他吃了一惊 他想不到上次打赤辣的小孩 而今天是穿得那么光鲜 他不敢怠慢 尼尼喇喇喇就忍着丁鹏入了庄门 兜兜转转 走得很久就来到一块很大的空地 这个就是掩墓墙 掩墓墙很大 当中用沙就铺了一个圈 四边四面种满树 而在对面是一棵树荫底下站着一个人 看门宫就说了 努动家在对面等着你 丁鹏就顺着手势望过去 只见树荫底下站着一个高高瘦瘦 穿着绿色皱衫衫的中年人 而这个人就是江湖上人称青虫剑客的柳若松 他走过去 两个人见了面就寒圈一番 然后柳若松就指着树荫底下 摆着六七张椅说 丁少俠 有几位朋友就久慕丁少俠的剑法 都想来帝庄来观摩一下 我就自作主张请了他们来了 丁少俠不会怪罪 丁鹏就说 哦 不会不会不会 不过就很想知道是哪几位朋友 他们是武林当中的前辈 一位是点仓山的钟老先生 哦 是不是风云剑客钟展啊 哈哈哈哈 丁少俠也都知道这位老先生 哦 丁老先生在江湖上 哪个人不懂得他啊 还有哪位呢 还有梅花老人和墨竹子也会来的 江湖上将我们并列为衰寒三有 在下真是不敢当啊 哈哈哈哈 正当两个在这儿讲讲一下的时候 那些人客就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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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首先到场的就是点仓钟展 那么就讲到这个点仓钟展 风云剑客的成名极早 柳若松叫他做老先生 其实他看起来并不老 条腰直一直 头发乌黑 一双眼就继继继有光 但是看到丁鹏之后呢 就有一点看他不起 过了没多久 所以梅花和墨竹也都到了 当丁鹏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 即时就打了个突 只见这两个人 一个就红衫白发 面色红润 而另外一个身材瘦瘦 就面口黑黑 显然就是那天 在泉水古树底下 捉起那两个人 丁鹏的心就十五十六了 嗯 到底可笑 找他们做什么呢 而可笑和这两个人 有什么关系呢 丁鹏就睹下头 猛地想 就是这时候 那些仆人传说 神剑山庄的谢先生也来了 柳若松就说 快点请谢先生进来 过了一阵 那仆人就带了一个人进来 只见这个人 那块面生得圆圆地 他身又矮又肥 但是笑容非常和气 看上去就像一个做生意的生意人 这个显然就不是明镇天下当代 第一剑谢家的三少爷谢晓风 但是其他人对他很尊敬 甚至连点仓中展都要求他坐上席 但是他坚持不肯 一直说自己只不过是神剑山庄的一个管事 能够和这些成名的英雄坐在一起 已经觉得很荣幸 而神剑山庄随便出来一个人 在江湖上已经有这样的身份 这么加势 丁鹏的心已经有点紧张了 不过他发誓 有朝一日一定要去神剑山庄 请教一下 那个当代第一剑谢家三少谢晓风 领教一下他天下无伤的剑法 就算输了给他都不枉此生 想到这里 丁鹏整个人都精神了 他立即起身 望着柳玉虫说 晚辈丁鹏请前辈赤招 但望前辈剑下流程 中展这阵时 突然起身他说 年轻人 有点东西你一定要记实 丁鹏就说 什么事呢 前辈 剑本是无情之物 只要剑一出招 就绝不留情面 刚刚说完这句话 两个子依谁计的同志 就手执一个剑盒 站在柳玥虫的身后 柳玥虫打开那个盒 生 拔出宝剑 坐在旁边的谢先生 见到这把剑 他看了一下 他说 果然是一把好剑 柳玥虫听到谢先生 这样赞他把剑 依然淡淡定定的站在那里 欣赏正说 谢先生赞的这把剑 而丁鹏那双手 握着剑盒 那些手指骨捏到辣辣声 手心都出汗 丁鹏那把剑 只不过是一把 很普通的青铜剑 而他更加没有柳玥虫 那么自由淡定 他虽然相信自己 那一招天外流星 必定可以破解柳玥虫 武当的系剑法 不过还觉得有点紧张 柳玥虫看着他 微笑话 射下还有把剑 虽然不是什么神剑 也都可以过得去 如果丁少俠不嫌弃的话 我们叫人拿出来 听说话看得出 他不想似着明家的身份 占对方的一些便宜 丁鹏不肯接受他的好意 他说晚辈用这把剑就行了 这把是先父的遗物 晚辈不敢兴契 柳玥虫说 丁少俠的剑法 看来也是家传的 丁鹏说 是 宗展突然之间开声问 你是太湖丁家的子弟 晚辈是汽北人 我这就奇怪了 江湖传言 都说这位丁少俠 不单止剑法其高 最有成就就是 那个剑 有如天外飞来 神奇绝了 我学剑五十年 竟然不知道 旗北还有一个丁家 有如此精妙的家传剑法 谢先生就点了点头话了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 江湖之中本来就有不少不求 明达的二人嘛 宗道先生虽然博文广健 也都未必全部都知道的 哈哈哈哈 宗展不出声 柳玥虫也都不说什么 他回剑说 请 这句话一出 丁鹏的剑也都出手 丁鹏的剑法除了那一招天外流星之外 其他都是家传的 平凡都没得再平凡 而武当剑法就是领袖武林的内家正宗 兴领元庙 在柳若虫手里面洗出来 简直就是流动莫测 只见他用了挑 齿 削 三字决 剑走兴领的身随剑起 已经将丁鹏的逼得气都透不过来了 这样一来 大家就对这位刚刚在江湖上挖起的少年 剑客就有点失望了 而丁鹏呢 他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为什么呢 至少他已经看得出柳若虫的剑法当中的三个地方 已经有破绽 只要他使出那招天外流星来 实会破解柳若虫的剑法 而且还想让柳若虫几招 因为他不想这位前辈剑客太过难堪 但是剑一出招 就绝不留情的这句说话呢 突然之间就改变了丁鹏的想法 只见他剑法一变 一道寒光就直取柳若虫 听见哐的声 火星四射 柳若虫居然能够接着他一招 哇 果然是武当内家争气 天一真人唯一的族家弟子真是名不虚传 双剑交击 丁鹏几乎跌倒 但是他其实不让自己跌倒 但是虎口就已经震裂了 就在这阵时 柳若虫立刻收招式 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望着丁鹏 中箭忽然之间有事大叫 他说 喂 他还没输 柳若虫点了点头 我知道 他还没输 说完他就问丁鹏说 丁小鹏 你刚才使用的那一剑 就是你打败郭正平的剑法 丁鹏就说 没错 那你打败使定和割旗两位的时候 也是用这一剑 是 这个是你家传的剑法 是 那令尊是哪位 家父八年前已经去世 柳若虫就听到他说这句话 就没再问下去 他转身问謝先生说 刚才丁小鹏洗的那一剑 謝先生 我想你也看得很清楚 謝先生微笑着说 这种这么精妙的剑法 我实在不懂 不过好在我还算看得清楚 柳若虫说 謝先生你觉得那剑怎么样 那剑 那剑这么伶俐 几乎有当年 那位绝代奇俠 燕十三夺命十三色的威力 走的路法也都差不多 只可惜功力还差一点点 对了 我只不过是随口说而已 剑法我根本就不太懂 谢先生这样说 在下真是有些受宠药 丁鹏听到这样的一句说话 当堂整个人疾了 宗展就说了 谢先生赚丁鹏的剑法 跟你有什么关系 柳若虫说 和在下真是有些关系 宗展还想说话 柳若虫就打断他的说话 江湖里头 人人都知道 前辈见闻之王 和兵器谱的伯晓生 不相上下 宗展说 我虽然没有伯晓生的冤博 天下各门派的剑法 我全部见过 前辈有没有看过那一剑呢 没有 谢先生呢 我一向孤陋寡闻 没有见识过剑法 也不知道有多少 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一剑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这一剑呢 是在下创出来的 这句说话一出口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丁鹏就更加不再说了 他说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丁小峡应该听得很清楚 丁鹏的血流 涌上头颗顶 你 你 你胡说 柳若虫慢慢转身 他吩咐同志说 你去请夫人 把我的剑袍拿出来 很快 剑袍拿出来 是柳夫人亲自拿出来的 剑袍就放在一个密封盒里面 上面还封住一张封条 而柳夫人的身份 而柳夫人的臉就蓋住一层黑沙 但这层黑沙 蓋住他美人的上帽 他把盒子交给柳若虫 柳若虫摺的盒 把盒打开 剑袍是用淡黄色的数卷钉成的 好薄 望上去 显然就不是武当的剑袍 武当的剑袍 薄大精深 柳若虫独创的剑法 只有六招 他说 最后的那一页 就是那一招了 那谢先生和钟展 就立即将剑袍回到最下一页 说老实 以他们的身份 当然就不能够去看自己不应该看的东西 但是为了丁鹏和柳若虫一生的信誉 他们不能够不看 他们只是看了几眼 面色就当堂变了 柳若虫就问 正说丁绍合洗的那一剑 两位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还说 当时他是用这一招 去打败史定、葛琪和郭正平 还有 那一剑的招式变化 和精美之处 是不是和这本剑袍上的一招 武当从下风完全相同呢 还有 在下和丁绍合 是不是第一次见面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几位 我这个剑袍是否是假的呢 众人一听 个个都不出声 而丁鹏这阵时就整个人傻了 他真的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好 而这阵时钟展就忽然之间问柳若虫话了 你既然创出这一招剑法 怎么从来没使过呢 我身为武当名下 而且以武当为荣 这一招只不过是我在无意之间创出来的 我随手记下来 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趣 想留作日后消遣移 武当剑法博大精心 已经够我终身受用了 我这一生 绝不会再使用第二家的剑法 也都绝没有自创什么门派野心 如果不是真的不得意的话 我绝对不会将这个剑袍拿出来 柳若虫的这番说话说得合情合理 而且光明正大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找到辩驳他的道理 谢先生笑着说 天一真人有你这样的一个弟子 真是他一生的荣幸 这时候宗展又问 你这招既然是你自创的剑法 那么丁鹏在哪里学回来的 柳若虫就说了 我正想问他 他另转背对丁鹏说 你这招是不是你家传的剑法呢 丁鹏得的头说 不是 他说完这两个字之后 只是觉得他臉很热很热 那么你在哪里学回来的呢 家父在无意间得到一叶很残缺的剑袍 上面就有一招天外流星 那么是谁的剑袍呢 不知道 想不到一个年轻人居然懂得说大话 我没有说大话 你没有说大话 那么那叶剑袍呢 就在丁鹏没办法说得下去 因为他现在真的不知道那叶剑袍在哪里 他记得曾经将那叶剑袍就交给可小 而可小虽然又还回给他 但后来他还是硬要人收下 柳若虫又冷冰冰地看着他 又叹了口气说 你还年轻还没犯什么大错 我不想太难为你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不再追究那叶剑袍的来历 丁鹏这阵时打了他的头 他感觉到柳若虫的说话对他非常轻滅 只听见柳若虫又说 只要你答应我 终生不再用剑 不再在江湖上游函 我就让你走 如果你背信弃言 我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都要拿你的命 一番说话 说到丁鹏的心都凉了 就在这阵时 一阵风吹过 吹了那些树叶啥声响 同时将站在旁边的柳虫人面上的 那件黑纱吹起身 这阵时丁鹏一见 当堂整个人傻了 他眼睛都静着看着柳虫人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户于分解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